配合行政院主计处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叶普查 新年区公所16号的上午接牌成立普查手 局长朱世荣就表示将从5月1号开始展开实地查访 而这一次呢也是首度建立网络填报系统 欢迎受访的民众和业者可以多加的利用 配合行政院主计处办理的五年一次农林榆木叶普查 新店区公所16号上午接牌成立新北市新店区农林榆木普查所 局长朱世荣表示 这次新店区将榜查1957户农家 凡是基于农作物栽培、畜牧、农事、林业等生产和休闲活动的业者 都是普查对象 就我们现在手边有的资料是1957户将近2000户的农林榆木的业者 那当然啊那我们整个普查所的人力 目前调查员我们的普查员是15位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两个月的期间 由我们的公所的同仁 兼任的普查员能够充分利用这两个月 来进行这个农林榆木的普查工作 而为了减少民众疑虑 普查员在访查时都会穿着新北市政府统计调查蓝色背心 并且秉持三步二会请业者放心配合访查 普查员绝对不会泄露个人的资料 然后也不会跟您要这个个人的账户或者是存折 那当然啊那也一定不会问普查以外的问题 这个是三步三个步 那他普查员呢一定会配戴他的普查员的证件 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普查的通知函寄到民众的手上 农林榆木普查将从5月1号起到6月30号展开实地访查 会透过派员实地面坊 留置填表以及网络填报等三种管道进行 新店区长朱思荣呼吁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网络填报系统 不仅可以防疫也能够增加填报效率 除了实地的普查之外呢 如果没有遇到民众我们也会留表 留置我们的调查书表麻烦民众填查 那另外呢现在我们也首度用网络填报的方式 那也呼吁大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填报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普查工作的资料的填写 农林榆木普查是为了搜集相关数据和资料 以利政府对农业改革和资源有效的运用 如果民众或业者对于访查还是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或者是1999 又或是直接询问新店区公司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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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